课堂上的邓沛瑜传道授业 教室外的邓沛瑜是助学生的依靠 OK 这边会很开心 过心生活 重心开心 没事 OK 拜拜 OK 就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往生了 所以两个孩子的前途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很担心 然后这两个孩子也是 其实很肯读书的 他们就可以一直读到大学 他们都会就是有那个机会 2019年从小学退休之后 邓沛瑜不改春风话语 来到马六甲慈济客服班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慢慢慢慢地 再教导他 然后可以看到他们的感应 这个就是让我们 作为老师感到幸福的地方 费老师他大孩子都很温柔 也很有耐心 很有爱心 然后对于不同年龄 不同程度的孩子 都会因材私教 欣欣的 没有写这个的 珍惜资源 万物都有可用之处 看到欣欣的书 一死了 他生病就没有了 对吗 如果我们收起来 希望说他 可以找到他的主人 好好地做个园丁 在教育 在大地 也在自己的退休人生 殷勤耕耘 大爱新闻黄秀锦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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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